现在的雅南已经被建成一座 有着高耸入云的哥特斯建筑的美丽城市 即便经历了火烧旧雅南的事件 治愈教会仍然依靠强大的血疗术 成为了雅南的信仰 治愈教会虽然会通过输血 治疗雅南本地以及异地来求医的人们 但医疗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治疗方法 而是一种探究手段 神奇的是 治愈教会圣女的血液真的可以治愈雅南 乃至来自异乡的病人们的各种疾病 以及恋人们与野兽搏斗时造成的伤口 帮助很多人赢得了不少时间 这使得接受过雅南这种独特血疗的人 此后会感受到通过相同的输血方式 汲取到生命里 故而雅南大多数人都嗜血成性 甚至到了以血为基础的饮料 超过酒精饮料受欢迎的地步 与其说酒在雅南不受欢迎 倒不如说大家对血液更痴迷 但旧雅南的悲剧 早已蔓延到了雅南的中央城区 于是猎人们开始半公开的猎杀 因血疗成为野兽的人们 至于教会最初的猎人路德维希 曾在雅南居民中招募过猎人 但猎人猎杀的那些野兽 都是雅南的本地居民所变 慢慢的就没有本地人愿意成为猎人了 毕竟猎杀自己人是难以接受的 治愈教会更多的只能招募 来自异乡的求医者 作为交换成为猎人参与狩猎之夜 但这么做也导致雅南本地人 对于这些来自异乡的猎人的敌视 不过即便如此 治愈教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这座城市 每当猎杀之夜到来 有人感谢教会 以及教会所说的一切 有人咒骂该死的治愈教会 但已经没有人有能力 反抗如今的治愈教会了 月亮靠得很近了 今晚将会是一个漫长的猎杀夜 狩猎之夜 红月临近之时 人的界限变得暧昧起来 猎人们触动狩猎那些变成野兽的人们 也是在这个晚上 一名一仰慕雅南血疗树的异乡人 来到了约瑟夫卡的诊所 打听到底什么是苍白之血 诊所里的老头告诉他来对的地方 雅南是血疗之乡 在这里一定能找到苍白之血的秘密 但是首先必须先给自己来点雅南之血 并签订一个狩猎的契约 就可以开始猎人的旅程了 然而一乡人在签订契约并接受血疗后 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 仿佛看到的有狼人从血液中爬出来 奔向自己 还有那些不知为何要模仿 瘦化病患者的绷带样子 栖息在冒动上的现实呢 似乎对装饰颇感兴趣 虽然挺恶作剧 反正他们开心就好 一乡人从梦中惊醒 或许这就像输血的老头所说 无论看到什么 都当成是一场恶梦就好了 但这样的恶梦 让他把本来属于他那封 来自该隐赫斯特的邀请函 遗留在他输血的诊所 醒来的异乡人 在诊所里看不到一个人 约瑟夫卡医生也不能为他开门 因为异乡人已经签订了猎人契约 开始了狩猎行动 他不能让他的诊所里的病人 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下 虽然约瑟夫卡医生很通情达理 知道异乡人签订的契约 是为了保护亚南而在猎杀 但他仍然不能为猎人开门 希望异乡人能谅解他的处境 但善良的约瑟夫卡医生 会为猎人祈祷 期待他的狩猎能满载而归 当然这或许是异乡人 最后一次与约瑟夫卡医生对话了 当猎人下一次回到诊所时 与他对话的人声音发生了变化 虽然他仍然自称自己还是约瑟夫卡 但其实他已经是另一个人假冒的了 因为这时他说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话 他希望异乡人 把遇到的亚南居民送到诊所来 由他来照顾 这和之前约瑟夫卡医生的态度大不相同 同时之前约瑟夫卡医生 交给异乡人他的血 是从约瑟夫卡诊所的女医生处 获得了采血瓶 精炼而成的血液极具效果 可以恢复大量的生命值 从精炼需要花费的时间和功夫来看 绝非普通货色 看来应该是女医生 用自身血液制作而成的产物吧 然而异乡人所不知道的是 在这里能提供自身血液作为血疗的 除了治愈教会的那些圣女们 或许只有来自甘尹克斯特的污秽血族了 如果异乡人将亚南居民送到这里来的话 最终他们都会变成 如大头娃娃一般的上位者眷属 从贾医生身上获得的第三旗带 以及眷属的模样来看 他应该是曾效力于威廉大师 现在隶属圣歌团的成员 这是一件伟大的遗物 他的别名、眼之带为人所知 只有处于婴儿气的上位者才拥有此物 旗带之名正是由此而来 威廉院长曾经为了得到思考之眼 而寻求过他 为了让大脑怀有内在之眼 从而获得伟大的上位者思维而寻求过他 或者说是为了以人类的身份 进入上位者的行列而寻求过他 但威廉大师的研究 让这位假冒者 以约瑟夫卡一生的生命为代价 以亚南居民的性命为代价 无论是那些滥用古神之血的治愈教会 还是分离出来的圣歌团 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事实上没有人能免受上古之血的诱惑 对血更强烈的渴望 与成为更伟大的存在 其实是一个道理 变成古神的模样 并没有让他们超越人性的欲望 这时的异乡人 只能无奈地向诊所的门外走去 然而空着手的异乡人 很快在诊所门口 再次看到了在梦中出现的那种狼人 在诊所外遇到的亚南居民 也没有好脸色 刀枪斧极是好客的亚南人 招待来自异乡的猎人最好的礼物 同样身为异乡人的吉尔伯特 给了新猎人他的忠告 这座城镇已经被诅咒了 不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到这里 你都应该想办法赶快离开 身患不治之症的吉尔伯特 来到亚南治病 很显然他也曾牵向了那份成为猎人的契约 不过小镇所提供的奇怪血液 确实为他赢得了一些时间 他交给猎人的武器 是治愈教会的部分成员使用的特殊火器 通过注入混有血液的水银子弹当作媒介 可以持续放射炙热的火焰 虽然作为武器效果不佳 但有时候有些地方需要一片火海来净化 尤其是充满污秽的野兽之地的亚南 同时根据吉尔伯特对于亚南的熟悉程度 以及告诉猎人可以去治愈教会 和旧亚南寻求苍白之血来看 他很有可能参与过旧亚南的那场焚烧 虽然吉尔伯特已经没有再参加猎杀了 他也曾庆幸自己没有被野兽瘟疫所感染 然而他最终还是逃不掉兽化的命运 在危险重重的亚南漫步 不时出现的提灯 让异乡人找到了另一处所在 猎人梦境 啊 你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猎人了 迎接异乡人的人偶 是猎人梦境的老猎人 按照自己最心爱的人形象制作成了人偶 感觉制作极为精致 被呵护有加 能够感受到曾经人偶的主人 对人偶倾注了多少爱在上面 这份爱极尽偏执 故而人能感受到仅有的温暖 梦境中的人偶 会说些让异乡人温暖的话 在这个梦里照顾异乡人 并希望猎人能在苏醒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 而这个猎人梦境的主人 看起来像是老猎人格曼 很久很久以前他曾是个猎人 但现在只负责给猎人们建议 他是个朦胧的存在 在梦境世界里面看不到他 然而他就一直待在这个梦境里 包括那些会恶作剧的信使 时光流逝 数不清的猎人来到过这个梦境 这里的坟墓在他们的记忆中常住 感觉一切都逝去很久了 老猎人格曼 只会让一项人习惯 与猎杀相关的一切 并告诉他猎人梦境 原本是猎人们的避风港 是一处猎人们用血液来强化武器和躯体的工坊 猎人梦境是真实存在于 亚南的猎人工坊在梦境中的投射 老猎人格曼 在这里教导那些受过血疗 以及获得过血子回响的那些新猎人们 同时会告诉新来的猎人一个秘密 如果野兽很有威胁性 并威胁摧毁你的精神 就去寻找圣碑吧 就如同在你之前的每个人所做的那样 金碑会揭示上位者的目的 猎人们在那里参加圣餐 大多数金碑都在墓地的深处 虽然有少数金碑 如保管在良善金碑教会的苏美鲁圣碑 从墓地里被带了出来 但大多数都在人类手上遗失了 格曼鼓励新来的猎人继续探寻圣碑地牢 就像老猎人和治愈教会的猎人 曾经做过的那样 当然格曼这样劝导的目的 是希望新猎人享受更多的圣餐 更加依赖古老之学的力量 不过虽然格曼的建议有它的目的 但在亚南没有血的力量支持 猎人确实很难撑过狩猎之夜 随着格曼逐渐讲述了更多关于旧亚南 以及被废弃的猎人工坊的故事 来自异乡的猎人 开始理解了亚南曾经经历了什么 但格曼并没有回答 到底什么是苍白之血这个问题 还需要猎人自己探寻 没有在猎人梦境九代的异乡人 重新回到的亚南 这里避免不出的亚南居民 并不会接待来自异乡的猎人 然而一个来自小女孩的托付 让异乡人感到了有些意外 小女孩令人惊讶地 能闻出猎人的味道 你是猎人吗 那么请问你能寻找我的妈妈吗 我爸爸出去打猎 就没有回来了 我妈妈去找他 但现在他也不见了 当异乡人答应了他的请求 小女孩会非常高兴 他告诉猎人 他的母亲带着一个红宝石胸针 非常显眼 一定能看到 并且他的父亲 很爱听一个音乐盒里的音乐 他家音乐盒也交给了猎人 如果父亲忘记了他的母亲 就放这个音乐盒的音乐给他听 便能唤起他的记忆 来自异乡的猎人 带着这样的请求 一路上不仅遇到了 已变成狼人的亚南人 还猎杀过成为野兽的圣子人员 而这无疑让异乡人大为震撼 毕竟圣子人员化作的野兽 最为可怕 在欧顿小教堂附近 猎人终于遇到了小女孩的父亲 和异乡人同样是猎人的神父 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同样是异乡人 因为神父一称 是原先外乡人在故乡 对圣子人员的称呼 至于教会中没有神父这种敬称 加斯科因神父 是上古之学的牺牲品 尽管加斯科因神父 并不渴望神性 但他确实屈服于嗜学 加斯科因神父 在异乡应该是一名神父 他曾是老猎人 之后加入了治愈教会 成为以他名字命名的猎人 为教会的光荣事业而战斗 当他在无休止的夜晚战斗时 开始受到嗜学的影响 导致他忘记了他的家人 并且对狩猎越来越沉迷 小女孩的父亲加斯科因 与来自异乡的新猎人相遇 一场战斗 接踵而止 街上到处都是怪兽 你迟早会变成他们一伙的 身为老猎人的神父 一边给出他最后的忠告 一边屈服于嗜学 在战斗中爆发出强烈的兽性 小女孩所给的音乐盒 或许能短暂地唤起他的人性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妻子维尔拉的尸体 以及身旁红色的宝石胸针 证明他已经忘了一切 彻底沦为了嗜学的野兽 或许即便带了音乐盒 在这个狩猎之夜 他的妻子也无法换回他的丈夫了 因为现在只有甜美的血液 才是神父耳中最美妙的歌声 然而这个已令人很悲伤的故事 还未结束 独自看家的加斯科英的小女儿 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后 不顾一切地想寻回母亲的尸体 独自在狩猎之夜 从家里跑了出去 猎人在下水道的野猪身上 扫到了那条 属于无辜孩子的血迹斑斑的白色丝带 而将白色丝带交给他的姐姐 似乎姐姐也出现了精神异常 最终死在了自家窗户的楼下 或许对于猎人所经历的亚兰悲剧而言 小女孩一家的惨事 只不过是沧海一树 很多猎人对于这一类事情已经麻木了 然而嗜血猎人 被囚禁在噩梦中永远徘徊 进行着无尽的狩猎活动 或许才是这些悲剧的根源 如何才能结束这样的噩梦呢